盘古之后第三位诞生的大神叫做厚土 便是现在非常有名的厚土皇帝旨 又称厚土娘娘 她长阴阳玉万物 被称为大帝之母 是最早的地上之王 继厚土娘娘之后 天地间又诞生出一位人头蛇神的女神来 她便是人的创造者女娲 女娲一出世就懂得飞行与变化法术 据说她一天当中能变化七十余次 女娲独立生活在大地之上 看到山川草木 鸟兽充鱼 却没有一个可以跟自己说话聊天 直到有一天 她无意间遇到了混沌天神 虽然见面的时间不久 但时间不长的聊天 令到女娲的精神世界发生巨大变化 那时候 乾坤很不稳定 每天都会有山崩地震 火山海啸 这些都令到混沌天神烦恼 她不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日子 会过女娲后又再次进入地心沉睡去了 在地心的时候 她无意中帮助了一只得盘古精血而生的鼠龙 这鼠龙后来修炼得道 自命名为地心古龙 并在后来成为转世混沌邪神的师父 再说 女娲辞别混沌天神后 就产生了一种叫做孤独的心感 一天 女娲根据自己与混沌天神的形象 用黄土捏出了个泥娃娃 她轻易来天地的灵气混合在这批黄土之上 这泥人立刻就活了过来 并且拥有了与女娲同样的说话与思考的能力 女娲终于找到可以远离孤独的方法 心中十分的兴奋 于是她捏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泥人 她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多 并且她发现她的泥人朋友们非常聪明 虽然力气小了些 但通过他们的努力 竟能把大地的环境变得美好起来 这让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人类遍布神州大地 她不停地捏呀捏呀 一直捏到手酸的捏不动了 可是人的数量还是太少了 她这时想出了一个办法 她撤来一根长长的野藤 用她的神通把野藤伸入到泥潭中 然后用力一抽一甩 无数的泥点被甩了起来 而这些泥点一落地 立刻变成了呱呱烂叫的小人 通过这个方法 女娲很快便造出了神州大地上的云云众生 女娲之后又诞生了大神卓音 那时候还没有太阳与月亮 卓音便每天睁眼一次 当她睁开眼时便给大地带来光明 同一时期还诞生了大量的创世神 有碧方 巨碧 树海 天号等 分别协调着土地 树木 山与水 通过他们的努力 大地渐渐形成了山春湖泊 平原海洋